当李基鲁比奥从41岁的科比手中接过MVP的奖杯 这个满脸落腮虎的大叔已经不再年轻 但当他左手指天 那一刻时间仿佛回到了那个盛夏 那是金铜亮相世界的开始 15岁登陆职业赛场 16岁荣获欧洲篮球年度最佳新人 18岁为国出征奥运会 20岁的鲁比奥是欧洲篮坛全满贯的天才少年 还从未品尝过失败的滋味 但当金铜降临NBA 一切改变 从天才沦为庸才 万丈深渊 要如何从地狱往上攀爬 大家好 我是小明 欢迎来到篮球人物 在西班牙南蓝 拿下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之时 伊比利亚半岛上 一位年仅16岁的少年 正在上演神奇表演 南蓝U16欧锦赛 半决赛对阵克罗地亚 卢比奥上演19分10篮板 13助攻11抢断的大四席演出 在俄罗斯的终极对决中 比赛胶着到最后一刻 面临绝境 又是他 力吻狂澜 用一记半场三分将比赛拖入架势 全场 卢比奥更是砍下不可思议的51分 24篮板 12助攻 7抢断 他是整个锦标赛的得分王 篮板王 助攻王和抢断王 当之无愧的最有价值球员 自此 心同扬名 西甲赛场的磨练 让17岁的卢比奥 以高中生身份 入选西班牙国家队 跟随黄金一带 征战北京奥运会 在群星璀璨的国家队面前 这个如羞未干的孩子 并没有黯然失色 与中国南蓝的小祖赛 他从陈江华手里完成关键抢断 击碎了中国南蓝 杀入前四的梦想 尼陆跟随斗牛市军团 披荆斩棘 杀入决赛 对面是星光熠熠的 美国救赎孟八 在卡尔德龙受伤的情况下 西班牙主教练 一高人胆大 启用17岁新人鲁比奥 首发登场 开场不到两分钟 鲁比奥抢断得手 迅速发动快攻 手腕一抖 直打枷锁 除此之外 他还上演背后运球 过掉积德 直到篮下 上南得手的戏码 虽然球队最终还是107 比118不敌强大的美国队 但那些细刷 基德和德龙的镜头 却让人难以忘怀 征服西甲 征服奥运 少年继续等待命运的垂青 下一站 会是篮球世界的最高殿堂吗 2009年选秀大会 明尼苏塔果断放弃了在NCAA打风的库里 转而将橄榄枝 递给了这位不能立即打球的欧洲少年 甚至为了填补他无法直接加盟的空白 球队在第六顺位再次选择了空位 还为他留下了九号球影 带着欧洲艺术家气质 登陆北美大地的卢比奥 就像是从遥远古老的欧洲博物馆里 取出的一件真品 与那些飞天遁地的庞然大物不同 他的传球就像是涓涓细流 浸润出一朵最温良的花 但森林郎的日子 却并未如想象中顺利 在欧洲的两年 并未让他的投篮和终结能力得到提升 曾经被视为下一个积德 也在库里引领的小球时代里 显得格格不容 伤病的清洗 千难的进步 让卢比奥逐渐从金铜变成幻影 从偶像沦为妻子 没有篮子的问题 更是成为鸭子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林郁奥运会对阵克罗地亚 作为斗牛式军团的首发空位 他的出手全部打铁 一分未斗 第二场对阵桑巴军团 在16分钟的出场时间里 砍下三分四半 午饭离场 整个礼遇奥运会的征程 他那拙劣的投篮能力 甚至还屡次破坏球队的快攻节奏 36%的命中率 场均五分的数据 让保罗加索尔的努力化为乌有 在世界的指责与谩骂中 26岁的金童陷入了最低谷 经历了职业生涯的大喜大悲 这个喜欢看狮子王的玉面少年 一夜间蓄起了熊石棕毛般的长发 试图拯救自己 2019年南南世界杯 当西班牙黄金一带逐渐隐退 这是自1999年以来 他们第一次面临既没有加佐尔 也没有纳瓦罗 还没有罗德里格斯的情况 没有人看好他们的晋级之路 开赛之后的表现 更是印证着那些怀疑的言论 首场小祖赛 面对突尼斯的挑战 他们便在第一局比赛 陷入落后的感到 最后一场小祖赛决战伊朗 更是一路惊险 依靠最后一节爆发 才得以保住胜利 如果说小祖赛还能依靠 偶尔的闪光磕磕绊绊前行 那么淘汰赛阶段 就需要一个更加稳定的得分点 支撑球队拿下每一场生死战 总要有人 从老一辈的手中 接过荣誉的拳掌 那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NBA的庸才卢比奥 这一次 他要以赴死之姿 守护西班牙的荣耀 正如他所言 既然穿上了西班牙队的球衣 就一定会全力以赴 为冠军而战 半决赛迎战凶狠的澳大利亚 卢比奥作为球队核心 开场便用一击三分 向澳大利亚亮剑 接着又是一击机敏的抢断 快攻反击 助攻队 米尔斯用连续的正面杀伤 予以回应 澳大利亚试图用铜枪撇臂 阻挡西班牙前进的步伐 那些防不住的三分球 丢掉的篮板球 正慢慢击溃着西班牙 获胜的信心 但他不愿意 无论挡在前方的是谁 那些将自己扔向空中的身体 对抗 那些毫不犹豫的 中距离出手 那些不知疲惫的奔跑 都在诉说着 鲁比奥的决心 在他的感染下 小家命中拦下关键抛头 外线三分持续缩小分叉 可米尔斯的连续命中 持续压榨着斗牛式军团 进攻不力 三分反规 无名的失误 沮丧写满西班牙球迷的脸庞 还是他 那个曾经被西班牙 予以厚望的金筒 用突破上篮 延续希望 用面旁迎接手肘 用轻妙传球助攻队友 能够拿下比赛的 注定是信念 更加坚定的那一支 双方互不相扰 何许是上帝 也不愿精彩的比赛迅速结束 那些投不进的绝杀球 是篮筐的挽了 双方熬战双加时 老将游一 用两季三分利刃 为斗牛式军团 敲开了决赛的大门 决赛迎战潘帕斯雄鹰 斗牛式军团先声夺人 打出12比2的攻击波 是要拿下胜利 卢比奥既能用美妙传球 梳理球队进攻 又能在防守端 限制阿根廷发动机 砍帕佐 在立冠军咫尺的夜晚里 他化身球队最坚定的依靠 带领斗牛式军团 制霸禁区 面对绝境达根廷人 在第四节发动疯狂的反扑 用全场的高强度防守 压迫西班牙 利用失误将分叉迫近到14分 又是卢比奥 依靠稳定的中距离投篮 帮助西班牙稳住局面 从金虫道大叔 他用世人唾弃的中距离跳投 为西班牙拿下冠军 从2006到2019 卢比奥跌落谷底 又爬了起来 当金童从科比手中 接过世界杯MVP的奖杯 当武科松体育馆 再一次为金童爆发热烈的欢呼 时间似乎回转到那个金色盛夏 他还只是17岁的少年 后续我们依然可以 把这样的表现归结为妙手偶德 毕竟在大多数时候 他依然是一个铁得 让人心疼的铁童 他的急停跳投 就像是一个卡顿的机器人 颠头三分也有些奇怪 每一项进攻技能都平平无奇 但他依然可以在某些夜晚 让你不自禁地发出感态 四岁以孩子身份上场 十五岁开启职业生涯 十七岁 与比自己大十岁的奥运选手 同场竞技 卢比奥似乎一直活在未来 活在那些近在咫尺 又遥不可及的期望里 现在他既不是金童 也不是幻影 他只是一个手里有球 心中有梦的李基卢比奥 那个喜欢看狮子王的 卢比奥 在那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